国内的老虎咬死人案例在天意中 吉兰丹华旺生 此爱有一人命丧胡爪 成为短短48小时内第二名遇难者 死者是22岁缅甸籍男子 相信是在交邻割交时被老虎袭击 华旺生警局主任薛春福今天发文告指出 死者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左右 与妻子和另外三人在甘榜梅兰多割交时 不幸遇到老虎 头部出现多处明显的动物嗜咬伤痕 死者同伴马上向附近村民求救 但在送院后宣告不治 警方以猝此角度调查案件 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局 也马上在事发地点布置诱饵陷阱 以活捉老虎杜绝后患 这已经是话忘声 短期内发生的第三宗老虎咬死人事件 上一宗发生在星期五 一名印尼工人命丧胡爪 还有一名原住民在10月初被老虎活活咬死 丹州野生动物保护局指出 森林面积减少是造成老虎攻击人类的其中一个原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